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初的设计是有问题的 那么施工工法有问题 谁该负责 是柯P还是马好两任的市长呢 好 我们今天也还要继续来问这个马总统 现在这个连最基本民以食为天 我们还是时不安心 日本辐射食品的风暴 卫福部竟然隐匿了27天才公布 那么现在只存储了一个小小的科长 难道部长不必负责任吗 还是又是一样的SOP最推下属 我通通都不知道呢 是的 不止如此 立法院不是前阵子要强推 所谓的加薪司法吗 看起来是美意 但是替大家争福利 事实上呢 好像又是一个空壳法案 这是媒体上面讲的 国民党要替2016选举开支票批证机 还是真心想要替大家磨福利呢 好 讲到薪水 真的要说年轻人是辛输 谁人知道 职场这样子这么辛苦打拼三年 但是算下来 竟然平均一个月加薪94块钱 这是要干嘛 日子怎么过下去呢 加薪幅度永远都追不上物价涨幅 是啊 庆宜 我马总统有说过 谁觉得闷呢 就可以找他去谈谈 那我想现在不是薪水很差吗 我觉得年轻人真的呼吁一下 咱们就一局势找总统府马总统吃个便当吧 好 吃便当可以了 这个要不要握手 大家再考虑一下 杰明 我倒是看到有些人说 马总统是不是可以去跟赵滕雄握一下手啊 大家先来看看吧 大巨蛋的未来 是不是我们希望的好结局呢 烟囱脚缸严重变形 中段还出现好几道长长裂痕 松烟古迹倾倒达到警戒值 都是大巨蛋施工惹的祸 北师傅原本打算勒令战时停工 没想到和远雄代表谈判后 态度转弯 竟开罚150万 环保团体气炸了 依照这个里面记载的登记的内容 是目前已经到了立即停工的一个标准 我们呼吁市政府应该要厘清 对 那依照环平法 我们公民诉讼送进去60天内 如果市政府没有妥善的处理 我们在60天之后 就可以提出公民诉讼 执疑市府动作太消极 明明去年6月就发现大巨蛋J开挖 松山烟厂古迹和历史建筑 绝对惨兮兮 文化局体育局联手要求远雄停工 但怎么环保局今年2月主动进行环平监督时 远雄竟然还在施工 更离谱的是 地下室的四层楼早就宣告完工 又是雷声大 雨点小 所以我觉得市府的态度应该是先补墙 补墙完成之后再来复工 先行停工 先补墙 碗 你知道 那个没有给他整个碗做起来 那个 那个 你要因为往下挖 你要是整个碗做完整的话 稳固了以后它这个结构就稳定了 那你碗还没有整个做起来的时候 它是有倒塌的危险 所以你说现在不能让它停工 一停工它那种结构破坏的危险就存在了 就算不停工 市府没忘了要求远雄 得把简陋的环平书再补墙 毕竟大巨蛋继续盖 周遭建筑依旧可能受波及 前朝留下的BOT烂账 柯市府善后擦屁股 记者做不到 好可怜的大烟囱 这是非常重要的古迹 相当于这个以前的重要性 它的这个地标重要性 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台北101 大烟囱被破坏了 怎么办 本来有时候柯P说 是不是暂时先停工 没想到最后是罰一百五十万 不停工 这样说得过去吗 政府要不要负责任 清理 我觉得柯P做这一个决定 有点冒险 坦白讲 他应该不但是开罰 而且大巨蛋应该立即停工 因为现在当然对工程怎么样补救 或者这工程是不是该继续整个大体检还没完成 那虽然有两派的看法 可是至少这个根据监测值来看 那么现场的情况不只是达到警戒值 那已经达到所谓的行动值 所谓行动值就是说你一定要势必要马上停工 而且把整个后续怎么样应变 怎么样补救 或者后续是不是要继续再做这个 要等到完整的评估以后 再来做决定 所以立即停工 其实是最保险的做法 那么柯P要这样做 我觉得有点高举轻放 尤其在去年八月 其实我们市府有针对大巨蛋 因为他现在他的地下四楼跟五楼的开挖 照说他要做一个四楼五楼 地下四地下五开挖施工的计划书 要经过我们市府 以及委外的评估单位 同意之后才能做 但是远雄为了赶进度 其实他地下四楼不但下去挖了 而且有部分已经施工完成 那大家一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奇怪 怎么地下一二三怎么反而是反向做下去 我上回有跟大家报告 这个叫逆打的工坊 那这个也是我主张立即停工的原因 为什么 因为逆打的工坊 你会越做这个建筑物重量越重 往下地层 负担会越来越重 所以整体的重量达到多重 对这个土层对周边环境周边的灵防的影响 会到什么程度 这个振动也好 荷重的也好 土壤的负担也好 会到什么程度 你没有办法 只能初步的预估而已 所以你看越来越重 可能这个后续的影响 那个裂缝会越来越大 所以我认为要立即停工 而且而且要赶快提出补强的对策 比方说那个裂缝就不应该让他这样裂 我们比方说是不是高压灌浆 先把它凝固住 先至少这个部分先冻结 不要再扩大 所以我认为柯B这个决定 有点冒险 有点高举轻放 是 今天这分两件事情谈 刚才我们讲的一个是松烟的三公分的裂缝 这是一件事情 但是这个裂缝目前已经影响到这颗烟囱了 那各位朋友注意看 为什么烟囱这件事那么严重 你已经看到这严重的这个所谓的裂缝 几乎已经是 而且整层是大概85度清血 所以现在开始加支架 但是震动是往下打 所以这个裂缝恐怕会更加的严重 而柯B说什么 万一这个烟囱倒的话是大事 那我们再看烟囱为什么这么重要 其实媒体上面都有说明 它是稀有的烟囱 可以耐迁度高温 在那个年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我们说的古迹 就像是台北101的意味 那现在我的问题是 刚才柯B有讲个蛮工程的东西 我听不太懂 因为世间你比较懂 他说碗形 其实那个照碗形已经差不多完成了 也就是说会造成影响的可能性已经变低了 好像有类似这样的说法 这什么意思 你讲的这个 对 这就像那个拱桥的道理 他这个拱柱有如果他整个成型会有一个这个拱力拱柱 这是没有错 可是我就说这两派的说法 另外一派就是像我个人 我比较倾向于说要往最坏的情况 要往最高的安全度去想 也就是说可是你这个建筑物的荷重一直增加 你挖了地下四楼又增加了那些钢筋进去 又增加了那些混凝土 整个建筑物的量量底一直加大 因为他所谓逆打就是说我们把一楼施工板先做起来 然后往上往下各自下去做 这个工坊是比较快速 是为了节省工期 那这毕竟比较新的工法 这大概三十年前日本人想出来的工法 可是他是为了节省工期 要不然我们传统的做法的优点 虽然比较耗时 可是比较安全 就是说我们先比方说地下要做五楼 地下就一次五楼全部挖到好 全部地基都做好 一层一层往上盖 这是最传统也最安全的做法 那逆打是有一定的风险 就是说你地下室一层一层去增加它的重量 而这个总和重虽然我们有计算过 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透过这个观测系统 那现场有做很多观测系统 那观测系统会呈现出来的数字 观测系统增加出来的数字是最明显的 就是说是不是这个已经超过原始的计算 因为那个量体那么大 还有我上次有在杰明的节目我有提出 就是说他在地下一楼的时候 甚至要挖地下二楼的时候 那时候必备的钢筋跟混凝土的强度 检验报告都还没出来 结果他跟市府报备说我敢攻 这个部分我改天候补 你先这个签证让我过 就我们市府建管处竟然也同意 所以这一些部分我都觉得是市政府在前一段时间 在前朝的时代确实为了配合远雄大巨蛋的赶工 做了很多我个人觉得说已经违反建筑法规的事 那这些因素现在都从这个观测系统的素质爆发出来 当然我讲的可能也是会不会是也过度忧虑了 但是我们可以从观测系统看是不是后续 后续这个呈现不规则的呈现有增加 裂缝有增加 那我现在还没有看到还没有看到说我们市府提出来的具体的要求现场的处置措施 现场现在就是第一个罚一百五十万 第二个有啦 那个烟囪有它穿剃杀 那那个是早就应该做的事情 但是就陈如你讲的 前面你刚讲到很重要的一点 其实这烟囪 它是用耐火砖做的 耐火土耐火砖 那耐火土耐火砖这个还好过去 我们前人他们不管是各种砖头 过去我们这些窑场在烧炼 其实都做得很彻底很仔细 但是毕竟它是以耐火为主 它可以耐五六百度甚至八百度 有的到一千五百度都有 但是它主要不是这个结构 这它的这个结构的强度 没办法代替钢筋混凝土 而且尤其年代这么久远了 那么它的强度也衰退了 当初主要是以耐火为主 而且那一个年代 我们整个不要说那一个地区 不要说东区以前是比较荒烟的地方 你整个台北市区也很少有高楼大厦 过去在做松烟那个烟囱的时候 台北市搞不好三层楼以上的建筑物都数得出来 所以那时候的施工没有那么大的震动 我们现在你楼上要盖多高 你下面也要有一定的深度 你不可能现在盖二十层楼 不可能说地下只有一楼 都大概做到四楼五楼 上一回我还讲过 有的地质不好的地方 你甚至要打机桩做连续壁 你还要穿过土层 把你未来的柱子 梁柱的重量打到盐盘 所以世杰你是说他这往下做 其实还有一定的深度 但是挖的过程当中 其实已经冲击到他的深度 观众朋友你注意看一下 这个裂缝金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不要说是他也不要继续做 一个地震都可能下来 我要问的问题事情 第二个问题来了 发生这样事情 把一百五摔就结束了 这个还在上面 没有错 所以我认为要停工的原因 就是说赶快针对 因为整个圆囱体 除了下面的铁衣以外 外露的还那么多 那你至少这个部分 我们要先请专业人士下去评估 他的强度是多少 那么也在请这个远雄 地下四楼五楼的施工计划出 其实我们现在还在审 那看这样子的强度 跟他的这个震动施工的震动 以及你再来增加的钢筋 稳凝土那个重量 那这样是不是他负荷得住 这个很重要 但是最起码的 我们刚刚画面上看到地面上 这些裂缝 你要先灌浆 先高压灌浆 这个先把它凝固住 至少不要让它再恶化 先把它稳住 因为我们看来真的觉得很心疼 这个股就是相当于这个百年人锐 要小心呵护它 不然稍微有这个什么变动 就会有散失 可是我们就觉得很奇怪 刚才提到 为什么柯P他的态度 会是从高高举起 感觉上好像轻轻放下 那么这个工程上 这个我也不懂 也特别讲到说 好像说有个大底 那么现在还差两公尺 又总共要挖二十一公尺 那么这个市府的说法 现在挖了十九公尺 所以要让他挖完 才会相对稳定 这是远雄的说法 那么可见柯P的团队 是采信了远雄的说法 那么专家的说法 也都不一样 柯P不是质疑远雄吗 所以现在目前在调查吗 为什么这个时间点 与会采行这一派的说法 不停工呢 柯P这次的做法 同学你怎么看 其实昨天的整个会议 包括有哪一些的专家 来参加这与会的人员 以及会议的相关的记录 为什么会做出这种决定 我觉得这资讯 要全部把它公开透明 来让所有的民众来了解 为什么到最后 市府会做这一个判断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 他说要挖到整个底 结构才会稳固 但是他挖到底的过程中 这烟囱会不会造成 任何的一个危机 有任何的危险 有没有倾倒的危险 这个部分谁有办法来保证 我另外插播 远雄说他可以 一定可以扶正到 之前的这个角度 其实远雄说的话 远雄说的话可以信吗 柯P现在只罚他150万 结果远雄是怎么讲的 远雄的副总经理蔡忠毅说 因为他们已经投入300亿的成本 如果停工他们会写本无归 他说市府现在才 如果裁罚150万的话 他们还要提申诉 是那么霸道的一个行为 所以他们讲的 能够保证吗 而且现在我们要求远雄 应该提出这整个 烟囱的补强的计划 包括所有的这个结构的 相关的这个数值 要能够提出来 到底要怎么做 而不是说用这样呼隆过关 结果他们持续继续来赶工 那这之间如果出了什么意外 怎么办 我们还记得之前 这个互数联盟 游易一直在保护 那一株那几株的老树吗 后来老树被移走了 他们保证说 这老树一定会存活下去 后来老树哭死了 哭死之后怎么办 就不回来 那现在如果烟囱倒了的话 要挖到底部的过程中 烟囱倒了的话 谁要来负责 我这边再来提出一个 这也是专家的意见 这是我们松烟文创区 包括这个烟囱的这个问题 土木结构专家 也是这个文师委员 张天权 他怎么说呢 他说 这个古迹所在的土层土质松软 就像站在很软的弹簧床上 一不小心就会东倒西歪 对这个烟囱他是怎么样来描述呢 他说远雄施工到地下五层 那现在比喻 这个松烟的古迹 就像一名八十多岁的这个老翁 要小心的呵护 否则很容易内伤 尤其锅炉房是矮胖的结构 上头的烟囱是瘦藏的结构 因此当地层一有变化 烟囱与锅炉房可能朝不同的方向拉扯 倾斜就容易造成连接的烟囱 烟到损坏 所以要一直挖 要挖到底 挖到底的过程中 如果这个地质受到任何的影响 那这个八十几岁的老人 如果突然倒下来的话 那谁有办法来负责 那我这边我也来调了这些资料 这个资料是 整个大巨蛋的施工的计划书 我们来看到这里面 大巨蛋的施工计划书 我们来看到这里面 对于这个松烟的古迹的保存 这里面有没有谈到呢 他有讲到一个 林房的概况跟地质的调查资料 林房概况跟地质调查资料 他有讲到高铁设施的调查资料 捷运设施的调查资料 完全没有松烟 包括这一些古迹的一些 比较仔细的资料 他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呢 只用一个当初一百年 一开始就疏忽了吗 一开始我们在这个计划书里面 就完全发现 他们不把这个松烟的古迹 当成一回事 我们来看到 对于捷运设施的安全影响评估报告 一共有几页 一共有45页 对于高铁隧道设施的安全评估报告 一共有54页 松烟呢 松烟他们把它当成什么 叫做林房 林房 在这里面 他们不把它列为一个主要的项目 只有12页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这里面的内容 大家可以去看 这里叫林房的概况 他这里只简单讲到叫做松山烟厂 他完全没有对他的历史意义啊 有任何的强调 也完全看不到在这个计划书上 他们有把它当成一回事 这里面 其实这里相当重要 就是说现在继续施工下去 这个连续壁相关的工程 尤其是在这个烟囱旁边 那最接近有八公尺 这连续壁应该要怎么样来做 对于高铁 对于台铁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得到 有图面 有图缩 但是对于松烟的部分 完全没有 这是高铁的部分 这边是台铁的隧道 这是高铁的隧道 这个是基地开花跟高铁相关位置的剖面图 这是整个剖面图 这是整个一个巨蛋的工程 我们可以看到地下几层 还有地上的部分 这高铁的部分是有的 那另外我们来看 捷运的部分也是有的 捷运的部分 包括捷运的车站 这相关的位置都有画出来 那捷运有这个上行跟下行 两边的这个捷运隧道的位置 跟这整个工地 这剖面位置图完全有来做个分析 但是对于松烟的部分 我们完全看不到 完全看不到他们对松烟有任何的重视 那另外我在这边 我要再来强调一个地方 这是当初有请济师 对于这个整个老烟囱的状况 有做过分析 那那个时候整个的数值 这里说是向左倾 这个变位量是0.85 这是100年的时候 那另外一个方向也是向左倾 变位量是1.15 那接下来呢 现在整个状况呢 有没有持续来做监控 这些数值是不是要把它公布出来 让大家了解 另外最重要的 我觉得今天柯P应该要强调的一点是 叫远雄把这整个烟囱 到底应该要怎么补强 应该有一个明确 相当明确的计划 那如果在这个过程中 没有计划 但是继续往下挖 如果倒了 谁要负责 这些要写得很清楚 尤其这个计划 一定要马上做出来 不能说 就片面的听信说 我要继续往下挖 如果这段时间出了什么问题 那怎么办 这真的已经救不回来 80几岁的老人家 站在一张 那个很软的 随时有可能倒的 这个弹簧床上 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 所以柯P不能够只听信远雄的片面之词 而杰明我补充一下 这一点刚刚同意员讲的很对 所以在这个大巨蛋案的那个当初的环境影响 评估计划书里面 有记载名 就是说远雄他必须在开工前 不针对这个松烟这个大烟冲的部分 就光这个松烟大烟冲 他必须提出这个监测计划书 那送给文化局核准 这个监测计划书我今天没带过来 这就是我认为应该根据这一个监测计划书 当初是我们市府要求环境影响评估委员会同意 有条件同意的就是要这一个部分 那远雄也同意他也送了 这里面的记载是记载什么 就是说远雄在施工前 要针对这一个烟冲大烟冲 提出他设置的监测计划监测系统的 第一个配置图 第二个你侦测的频率 第三个你这个侦测值 每天的这个监测值 甚至早午晚不同的时段 这个监测值 你要通报给市府相关局处知道 那么如果如果达到警戒值 或者甚至行动值 现在是行动值的时候 要立即停工 而且提出应变计划书 所以这样子还不达到他们停工的标准吗 所以我就说光根据这一顿就好 光根据这个 我们当初市府环境影响计划书 里面有条件通过他做那么加注的这个条件 就光是针对大烟冲你要做的监测系统计划书 送文化局已经在文化局的这个部分 这已经假以双方还有经过丙方监测单位同意之下 大家审查通过了这个 我们就根据这个内容来执行的时候 你现在就应该立即停工 罚款只是这里面附带的一部分而已 那像刚刚同意员讲的一样 你看远雄那个态度多恶霸 只跟你罚150万 他连150万他都要跟你抗辩 他也不交 所以我认为对这么二职的厂商 我说实在话 我认为立即停工 我们往最高的安全值去考量才对 其实去年环保局跟监管处的时候 就曾经要要求远雄来停工 那最后为什么 我还要问一下郝龙斌 怎么最后还是让他们继续盖 那现在状况越来越糟 郝龙斌没有责任吗 为什么去年环保局跟监管处 也有一度建议说这个要来停工 为什么现在还可以继续再盖 那现在这整个状况 包括这个监测的点 监测的数值 也有附近的民众 他们是因为监测点 分布有好几个点 包括有在附近的所谓的林房 林房还包括附近的大楼 大楼里面也有监测点 那现在已经有民众出来检举说 这些监测点 他们都没有去做一个登录 那对于这个松烟这个古迹 远雄的心中 是把这个松烟古迹 界定为就是所谓的林房 那这整个的报告 在最后一个部分 林房的部分 这松烟的古迹的资料 是跟这所谓旁边的大楼 所谓的真正的这个叫做林房 是放在一起的 那是不是连这个 整个古迹烟囱 也没有定期去做监测 那这些资料 应该是否要提供出来 有没有很扎实的去做 有没有欺骗我们 我觉得这个要来讲清楚 所以之前的东西 并没有做好完整的调查 可是有这个监测 已经通过的东西 也没有照做 那大家真的是不明白 现在在这个时间点 发生问题了 这样的一个处置太多 不是就是远 大家觉得最调怪 不是就是觉得质疑远行有问题 所以要调查远雄吗 但是现在又采信远雄的说法 这个柯P的这个做法 是不是我们台北市民可以福气 我们待会再来谈 另外还要来问问看 马总统对大巨蛋案 他本来说他好像不清楚 是这样子吗 杰铭 最近有一个PT的报卦 他标题是 我有一个梦 永远不让689男友 知道他竟报了马夫大大的罐 这个卦 那真的你这边说 我那个混事689男朋友超哭腰 就是靠腰 看个新闻也要鬼叫鬼叫 就是这一条 这一条是这些案子一点都不了解 熟不熟悉 熟悉 这就是我们那个689马英九讲的 他说这里面讲 周玉寇在脸书 PO出马英九当时P4大巨蛋的关键转折公文 铁证如山还敢赖 马英九接受中国时报专门表示说 至于大巨蛋 马则称筹备委员会 关我没关系 是筹备一切都是筹备委员决定的 也不是他主持的 那是专家主持的 和厂商议约 过程清楚 强调北市府已尽了所有的职责 接着没多久 这个周玉寇马上就拿出他青天的公文打脸 你还敢LINE 我们再看 那么什么LINE呢 这是我们说有本书 这是马英九自己写的一本书 那你知道写书总是有自己看过嘛 如果你是找记者讲的话 你要口述对不对 来这本书呢 现在市场你还是找得到 这个就是马英九 这个表情看起来很沉默 因为真的没有讲话 闭得整整的 它叫做沉默的羔羊 不是不是 沉默的魄力 是说它魄力是很沉默的 我们看它魄力有多么沉默 魄力怎么沉默呢 来看下一招 集中一个内容呢 就是除了台北富邦合并案呢 叫做风光完婚之外 大家有注意到一个运动建设 叫做十万马力原子小金刚 这个就是我们大巨蛋吗 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哦 那果不起然哦 这个内容的确是这样子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内容哦 他说有一个延宕十五年哦 迟迟不能决定的 国际级的文化体育园区哦 大型室内体育馆 来再看另一次哦 文化加体育哦 我们马总统很厉害 就是一定要把这个 这个任何字眼的加个文化 比如说呢松烟就叫文化松烟哦 对好 那电影院叫文化电影院之类的哦 来看 好那其中叫大巨蛋 他说终于哦 注意关键字来了哦 终于在马英九任内敲定担指 并取得土地所有权 正式进入孵蛋期 懂了吧 所以这个地方担指是谁决定的 担指呢 就是马英九决定的 而且要谢谢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哦 他叫做市政府秘书长李树德兄 李树德要知道哦 只要讲到李树德 我们要立这站哦 因为他现在是金融业大农头 你不能惹到他不开心哦 他可是证交所董事长哎 我们看下一张 好那不止如此哦 第二件事那你担指完之后 你是不是要决定用什么方式来招标呢 哎他又说了整个担指完之后呢 就决定要采用BOT的办理 所以我们知道担指找到了这个采用方式是BOT BOT他也讲了哦 而且你知道谁是那个专家 他不是有专家来主导吗 答案揭晓这专家不是别人 我们在这个之前有听到一个副市长叫欧敬德嘛哦 那欧敬德好像跟马总统不熟了哦 那李树德总是熟了吧 这个人从你这个一路拉拔到这个这个将来是财政部长 现在是金融总会的会长哦 他就说这些市府根本无力这个负担 所以李秘书长建议财务规划分析报告 要采BOT处理由民间投资250亿 所以大蛋蛋已经知道在哪里了 BOT也决定了 所以马英九知道两件事 我们再看哦 马英九知道事情好像不止这样子的 他也包括决定这个大巨蛋要有四万座席 所以四万座席是当时决定的 再看下一张 那我们说有四万座席嘛 那这个会场够不够大呢 还有说哎呀 这四万座席可以办法会 哎呦法会是什么 布道会直销公司股东大会大型商展 还有我从头到尾都没有看到棒球场 还有百货公司影城五性旅馆多工人体育系 哎怎么没有文化两个字 文化不见了 打棒球不见了 来连晃你也不见了 所以这个证明马英九知道 他从头到尾完全知道 大巨蛋从选址换地一直到招标 那之前我们其实在节目中也看过嘛 马英九是敢在卸任前大概一个多月 赶快跟远雄签了合约嘛 后来郝龙斌任内是曾经有换过约 有议过一次约嘛 这个大巨蛋说实在他很久原本在黄大洲时代 其实本来就想盖 那后来陈旋扁当市长之后 他就选址原本选在关渡平原 因为当时台北市你要找这么大的土地 其实不容易 所以找了关渡平原 后来关渡平原 因为当时整个市政府规划 他叫低密度开发 所以专家评估之后 认为大巨蛋不适合盖在那里 那后来就找到松烟这块地 但是松烟这块地呢 因为他有很大一块地是台湾省政府的 当时的省长叫宋楚瑜 那宋楚瑜跟陈水扁就一直针对这个换地的事情 谈不拢 后来到马英九上来之后呢 终于双方谈拢了 好选址了 那现在这个大巨蛋 所以马英九非常清楚 大巨蛋从选址定址 一直到决定BOT 甚至签约都是在他任内完成的 所以他讲的 刚刚我们都听过 所以书上写的嘛 那除非马英九明天再出来跟我们讲 这本书我也不知道 那罗志强写的 你们去找罗志强 不是我写那罗志强写的 他乱写 我只知道但是不是很了解 所以这一个部分 我觉得马英九他完全推卸不了责任 他完全推卸不了责任 这个你推不掉 你今天你要告诉别人说大巨蛋 我只知道但是我并不了解 这个我想大家是无法接受的 这是第一点 另外就是说 整个大巨蛋的决定采取BOT 甚至包括后来被柯P 包括我们很多人拿出来讨论 就说你的权益金为什么不收这个权利金 然后为什么租金收的这么便宜 甚至我们也算过他收到的这个权利金刚好够缴 这块地方的地价税 就这个土地的地价税 但是别忘了 当时为了换地 因为面积不够 还花钱买还花了一些钱给省政府 你还要发行公债 你还得跟银行借钱 你还得付利息 这个都是市政府每年要买单的 那这些规格这些权利 其实都是在马英九任内就定下来的 所以大巨蛋从硬体的设计 到签约到软体就是所谓营运合约的部分 都是在马英九任内定下的 后面的郝龙斌 包括现在的柯文哲 其实都是在接续处理马英九任内定下的 留下的这些问题 所以这个历史的众生 你如果把它拉开看 其实是非常清楚的 但是我觉得现在遭遇了一个很大问题 我觉得柯P昨天做了这个决策有点大意了 他只说罚150万 昨天开会的人是远雄 市政府我想公务局应该有派一些懂工程的人去参加开会 可是我觉得市政府很可惜 你的市政府里面有一个非常优秀 台湾修复骨迹保护骨迹非常顶尖的学者 叫李前朗教授 他现在是台北市政府文资委员会的委员之一 你开会的时候为什么不请他去 他没有去 对因为今天报纸有访问他 你为什么不请他去 因为一般盖工程跟修复骨迹是不一样的概念 因为修复骨迹有一些非常特殊的工法 它是不一样的概念 柯P讲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就是他那个结构体必须完全完成之后 他整个的载重才会够 可是现在没有人能够保证 在你继续施工的过程当中 这个烟囱会不会垮掉 我记得好几年前在我的故乡苗栗 有一座非常漂亮的烟囱 它是四方形的烟囱 非常的笔直 后来就被刘正宏怪手一声令下就毁掉了 当时很多人非常难过 那今天这个送烟囱是可以保留的 而且它在之前也被保留非常好 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远雄给你什么保证 我接下来施工过程当中 这个烟囱绝对不会发生任何问题 那万一发生问题 这不是花钱就可以买回来的 因为它骨机没了就没了 它花钱你就算花同样钱你也做不回来 李千良教授特别提到 他说其实以台湾现在修复骨机的 这个能力跟技术 要修复这个烟囱其实并不难 那我就不懂了 为什么不让它先修复之后 你再继续施工 你光强化给它穿了这个铁衣 因为你接下来挖下去那个震动 你无法确定 那万一在施工过程当中垮掉了怎么办 我不晓得昨天市政府的人 在跟远雄开会的时候 有没有提出这个见解 说那我们是不是 你如果说远雄说 因为我站在远雄立场 他一定不希望停工 因为停工他可能会牵涉到 后面的供期违约的问题 那可是你站在台北市政府立场 你保护骨机应该这 跟巨弹如其完工这两件事情 应该是保护骨机 我认为应该是要优先的 那你如果这个优先顺序 第一个选项一定是 我修复的同时你继续施工 双方彼此不影响 那是不是说在修复骨机的同时 没有办法施工 这个是工程专业 说实在我不了解 但是你今天就是说罚150万 然后没有先修复 他只是用铁衣把他保护住 然后你这边继续施工 那平常性讲 这个意外我们承担不起 因为骨机毁了 他就没有了 那我不晓得市政府 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决定 而且150万对远雄来讲 就好像你今天叫我说 口袋里面拿150块出来 你不会有感觉 你完全没有feel 那我不晓得市政府 这跟没罚是一样的 对最后柯P 为什么会做这样的裁定 更何况如果在下行在诉讼 还不晓得会拖多久 我真的要谢谢年华 其实我其实这个第一段 我要问的问题 就是这个问题 这个东西不赶快修 听说是要听什么 可是我跟大家报告 我马总统 他有个沉默的这个叫做破例 这个叫做沉默的羔羊 沉默的鹰充 对 我们还有沉默的 吃下辐射的食物 对 我也不知道 这个故事 有达射的 水ung 是